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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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片之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集我们又讲一下马路怪现象 好的 好吗? 其实平时来说我们见到比较多是四车的车车 今次这单车牵涉到两车车 但是你拿着一辆这么大的电单车 如果去到一些马路口的时候 没有红绿灯但是画了一条巴马线 基本上大部分国家也好地区也好 一定是先让行人 无论如何都要收慢车 或者让行人充分地过去 甚至停留在那里等他们慢慢爬到 真是没有人才可以继续走 如果你明明看到有逃人走 你还试下去之余 还要人家说你没搞错之后就要把车车转骂回来 简直是瘋子 这个是绝对的 自己坏了也还要骂回来 所以我想说他 他是零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完全觉得百分之百没事 所以他还用理直气壮出来骂人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段片段 再去当中分析 有些很微小的位置 可能我们要夾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才明白究竟那个惊险程度在哪里 好 我们首先123去片 Let's go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 打灯他打算打左边 但谁知道不够时间了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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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不停 怎么搞错 什么样子 这位大哥就立即 有没有搞错 想想拍下他 黑肚了 另一位傘子跑得很快 是啊 这个大哥就去拍他 拍完 这位大哥就走了 怎么知道 这个是黑衣人 追着人家骂人 什么什么什么 停下车追着人家骂人 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恶的 这么恶的 恶到瘋了 打马线来 承着你啊 你还在骂人 骂人 骂得好 迪士大哥 对啊 骂得好像有回音 对啊 对啊 都有一些 很厉害 很大声 这人的电单车 不是普通绵羊仔 大东西 大架的 马力比较大 运货吧 方便他 看来他运货了 这个人 似乎可以 可能那些什么 Lala Move 我们不是买广告 帮人送一些急件 送大级蟹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蟹也可以送的 试过之前有帮人送蟹 好像是下垃圾的 跌到整条路都是蟹的 整条公路都是蟹的 那些是被人摔扁了 还是扯不到蟹的 不知道这个阿哥是送什么 送种还是送蟹 还是送什么 这是一件事 总之你这样 赶紧下去 看一种 临时停下车里 立刻就跟人开火 还会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你自己斑马线你不停不让的 本身就已经是违规的 你看到斑马线应该会停 他不是说没有停的 我看他有减慢过的 有踩鞋的 有踩鞋的 他为什么不肯停 他不肯停 没理由看不到 等一会儿 你看他踩鞋过的 踩了 但是他想着想着 他踩不住 或者不停踩着就照顾过 不如先过去吧 大家可能意不到 重点在哪里 我们稍后回来 这个歌是杀停自己 他是有停停 假如这位哥哥 他没有停停自己 看着 这位哥哥的去勢 他把他的肚腩 缩了一寸 缩了 缩肚腩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哥哥的肚腩 如果立刻碰到他肚皮 整个肚瓷 如果他是突肚瓷 就会被电单车的病 病也好 病撞到突肚瓷也糟糕 都会痛啊 看到吗 开始缩肚了 他看到车 咦 为什么不停 为什么在后面 自己 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看到电单车 是在杀着 那个Bregard 他战格之处是什么呢 其实他略为 偏向左一点都可以 他没有这么做 你偏向哪里 都是不对 其实是不错的了 明明的马线 你要停下 让人通过了你才能通过 如果不是这么做 为什么 你看到那巴马线 旁边还有点灯 闪灯 就是告诉司机要注意 这个明显是软件駕駛 可不可以 拿这条视频来投诉 应该可以的 可以 这个绝对可以的 绝对可以的 太过分了 你这样开车态度 根本都不应该 不配有这个车牌 老实 很瘋狂 那好了 我们先说回法例 根据香港法例第374G章里面的 道路交通 括弧交通管制规例里面的第31条 在斑马线上 每一个行人 当他们在斑马线上的时候 任何车辆 都是享有 优先的使用权 如果车辆 或者 任何部分 驶到斑马线 或者斑马线之上 而行人 亦都在斑马线上 司机 需要 连车 是要让行人 如果 司机 没有合理辩解 而违反了上述规定 首次被定罪 可以罚款 5000元 和监禁3个月 若再犯 可以罚款 10000元 和监禁6个月 这段影片 绝对绝对的 是值得 订上去 告发 这个人 太疯狂了 太过离谱了 太可婆 幸好 有这个的哥 就走去帮忙 就去吠爆他 喂 这个是斑马线 还要这样过 离谱了 还要帮忙主持一下公道 真的太过分 有时 你开电单车 我其实也挺怕 人们开着电单车 周围 如果我在台湾住 很多时候 因为这些电单车的问题 乱飞 或者 左一格右一格 突然有人 放在你前面 少少 但又没有 在你的车头里面 很多时候都有这些 当然 他们都 虽然乱来得来 但也有他们的 玩法和道理 所以你开着车 都算习惯了 你说 好像去到这样 有行人 都算是要放在他 那就比较少 真的 这个要认真地说 这些 太过分了 有人在走马路 还要这样车 以及 以台湾来计 现在都开始 有新的法例 例如 要跟行人 保持大概 一米的范围 一米以内 就直接犯法 就像这个歌这件 厉害了 他已经是 坏硬的 这些都挺惊险的 是惊险的 我都看到 幸好 不差一点 就真的 撞到这位 哥仔 你看到这些 班牙士 没理由 自己不知道 我都怀疑 这个人是怎么考牌的 还要 这么凶 要停下车 骂回头 这个态度 是极之恶劣的 这个人是瘋的 轻易接手 走回来 脱下头盔 骂爆你 你先不让人 差点 理论上 他一定要停下 在那辆货车 过了 过的时候 你应该跟他 第一 你要先保持距离 他以为 跟着这辆货车 尾 就没事了 他的道理 理论上是这样 我跟着他车尾 他这么大车 我这么小车 那就不怕 一起跟着过 就当他是这辆货车的延续 让我过 他有 这辆货车的态度 看得出 他这个人 但是你看 他一开始有点想跌 所以他又被货车 拉开 距离 大概有整辆货车的距离 所以这个哥 才会叫他继续走过去 就是这样 如果这位哥哥 算是好赛 如果有时 你过这些斑马线 因为你想着 那些车一定是让你先 所以你就不想那么多 就可能 拿着手机在那里 在那里玩 还是怎样 都不顶 所以大家始终 过马路这些 都是要小心点 就是拿着手机 在那里走 还是怎样 都不好了 就算等过斑马线 也不好 当然 你不知道 突然会不会有辆车 不小心 就产上行动的 是吧 所以当你过马路 要特别注意 就像这样 你看他 他停下 跟这位哥哥 理论的时候 或者追着人来骂的时候 他是 就这样 放在路上 放在车边 他就下来骂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泊车位 大家看清楚 他是不理的 他完全没有理的 太过分了 这种人 我觉得应该 扣他双倍分才行 罚他双倍钱 才行 不过不行 罚双倍钱 扣双倍分 开车的人 都是工作的人 我相信这位 开车的人 都是送货 不是为兴趣 开车 都不是很悠闲 每个都是赶头赶命 其实有时 等多一会 你撑个几秒 撑个几秒 不会对他工作造成影响 我相信 就算你送货 要准时 但是你迟几秒 迟几秒 也不会很大势 是不是 可能某程度上 这些 电单车的绵羊仔 如果你真的叫停了车 你又要放一只脚 然后可以叫走 又要再给油 然后再给车的动力 才可以再过 可能有些人叫他贪方 一旦过 就叫他踩过去 你问我 这样一定是舒服点 你要停 要杀 要吓 还是烦的 但是 你用这个道路的时候 也要顾及其他行人 所以这些赤人 一定要骂他 扎载 你跟人说 对不起 你跟人说 对不起 都情有可原 是不是 其实也很危险 差点撞到他的肚子 因为他没有遗意 那部货车 过的时候 他没有遗意 接着这部会再过来 因为他下意识 一定是避过了 那部货车 一定会看一看 他没有想过 后面还有人够 他的胆 会跟着 再加上来 所以他肚子会缩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 为什么他这么 愤怒 也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 等下 有没有消息 将这个 哥 向他 作出提过 最好 好 我们今次 没错 来到这里 希望 大家真的 过马路 要小心 小心 随时有什么 铁人 是的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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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